老專的蛋包飯 讓我們一起見證 奇蹟的一刻吧 這樣子 你應該帶一隻雞來騎的 誰帶一隻雞來騎的 誰帶一隻雞來騎的 見證騎雞的時刻 走走走走 看我騙人 因為今天通告太早了 是因為你不怪怪 開場開場 今天做的這個蛋包飯 就讓它想起它以前做雞的日子 好 來 怎麼樣才是好吃的蛋包飯 其實很簡單 讓大家不要把它想太膽 我沒有 是不是這樣切 老師 本身就不公平 你看那個刀子 人家用那個是千層斷打 對啊 真的 你在那邊敲邊爐 啊 塞門口 全部鞋釘啊 鞋釘比較好入口 好 好入口 好入口 沒關係 我們走的是比較大氣的 對 對 氣派的 口腿的邊類它比較柴一點 所以我們可以把它拿掉 口感很密 沒關係 我們喜歡比較原始的感覺 當它弄掉 就丟掉嗎 還是可以 當然可以拿去熬湯也可以 可以煮玉米濃湯 當然 OK 然後這道菜 它的速度要很快 所以你最好備料的是 先把它備起來 這樣不會到時候手忙這樣 一口氣燒到底了 對 就是要備起來就對了 我快再一口氣燒 急急 不急急 不難的 是準備的對 準備的對 來 甜吧 後悔找我來了吧 太早大家都會這樣 對啊 長輩都是早上比較有精神 我也沒想到 真的 盡量打風 打風 空氣多一點對不對 對 空氣多一點進來 油不用多 因為油過多的話 一樣炒 一樣這樣炒 就看著這樣炒 看著有什麼不一樣 你就知道為什麼 它有順序的 剛才那個一股腦的放什麼 通常不是洋蔥會先爆香嗎 應該怎麼說 這道菜我們現在在做的時候 我們希望它裡面 不是有單純的番茄醬味道 所以我們先這個步驟呢 先把火腿的味道 炒到油裡面去 那是油裡面 就會充滿火腿的味道 然後到時候這個油呢 就會整個巴在這個飯上面 就多一個火腿香 那如果想更香 可以用奶油去炒嗎 用奶油炒的話 它不會香 它只會黑 真的啊 奶油是最後放 可是順序很重要 順序很重要 你剛剛一滾好了 快一滾好了 然後香氣都出來之後 我們就把飯放進來 或者說好 你現在用筷子 你沒有那個時間 你壓你可以怎麼樣 用這個角度 這個角度拿著 可是這樣撥 有沒有 你把它撥開 你等於是我不是壓它 或是去戳它的感覺 對 把它撥開 撥開啦 壓撥 要炒到鬆散的程度 不要到這麼散 整個你不要撥它的時候 它整個都是散開的 真的耶 好乾淨 鍋底都沒有油耶 對 因為我們剛剛油型放進去 遠都沒有啊 對啊 不會容易消嗎 不會 不會 遠群都不會粥 而且都不會粥 散了 太脆了 粥是什麼 然後現在再來重點來了 我們的 我們的這個飯都鬆了對不對 番茄醬放進來 千萬不要放在 放在這個飯上面 這麼是口中的重點 這番茄醬 到底該怎麼放咧 然後現在再來重點來了 我們的 我們的這個飯都鬆了對不對 番茄醬放進來 千萬不要放在 放在這個飯上面 為什麼 為什麼 番茄醬要炒 番茄醬要炒 它炒的時候 顏色才好看 相信也會有 不然就是一個罐頭味道 哇 烤飯喔 翻鍋很重要 對 對 真的 它的鬆軟才出得來 對 這是 鹽巴 然後加點胡椒 加點胡椒 漂亮 這是飯的部分 對 重點我剛剛提到 巧巧提到 奶油的部分 這個時候放奶油 所以不太大 一點點就好 奶油就那麼少 奶油味道就很足 就這麼少 還這麼大鍋飯 你這樣會不會太少了呢 不會 不會 不要撒嬌 我現在還沒有 我已經得獎了還這樣 就有那種日式蛋包飯的感覺 對 蛋放進來 我不等油熱喔 這個啦 我剛剛過的是熱的 對 對不對 這個動作我覺得很難耶 這個動作 這個很難耶 我們在那邊 他們拿出一樣 對 起立咕嚕滾下來 它會給它的厚度出來 對 腳 對 我們都變尖爛了 集中在一邊 日本的節目 它們是裡頭完全是生的 然後刀剖開之後才流出來 對 好漂亮喔 它等一下就會這樣 對 它就是這樣 它就是這樣 厲害 我的天 好滿大 我們直接把它用這邊撥開就可以了 不用用刀子 好 好 然後就有點胡椒 好厲害 一點海胎粉 好 蛋包飯完成 好